牛爷爷的书把 切儿同学少年 风华正茂 书生义气 挥是方求 指点江山 激扬文字 奋土当年万户猴 牛爷爷 请问书字怎么写 小朋友好 书生义气 挥是方求 今天我们来学书字的写法 书字并不难写 主要是我们把横向给它排顺 它就好一点 还要注意横一横之间的距离 一组一组的变化 比如说 这三个横是一组 他们之间的距离 是差不多的 日字的横 它们三个横的距离 是差不多的 它们之间的距离 又单是一个样子 一组之间要相同 组一组之间要有所区别 还要注意横的粗续变化 第一个横很粗 下边的横就变细了 竖很粗 这样有所变化 而且要注意整个字的形状 内部结构 这个地方是上宽下窄 整个字就是一个长横 微宽 外形像个五边形的样子 这样我们注意了大的外形 小的局部特点 竖上下对正 左右我们把它写的基本上比较均匀 特别注意这个笔画 这个写的时候向里收 这样写日字呢 就不坠写得太呆板 这个字的结构我们分析完了 这个字里有一个重点笔画 横折 一起来看牛页书法的笔画 分解动作 齐笔是尖的 笔度 压住 中间粗 折的时候反而到细一点 然后再向下压住 折过来 逐渐细下来 有这么一个从粗到细再折的过程 我们平时写折的时候呢 往往注意 横折搭配都比较实 这个反而呢 起来以后呢 便细一点再折 所以这个折呢 要多一点细 写的时候要注意 下笔以后 幽起劲来 往起幽 幽起来要连贯 逆时针转动毛笔 连贯起来 起来最后呢 但不要卸劲 再逐渐压下来 有这么一个过程 转过来 转过来 这个过程非常关键 下面我完整的把这个字写一遍 第一个横要粗一点 由粗变细 然后折过来 又由粗再细 这个长横 要挺拔 过中线 逐渐逐渐压一点 提 对 手比要饱满 下边的横 一定要写细 而且位置 偏左 竖 把这几个横串在一起 竖要写直 要正 这个竖写的要带弧度 尖 中间饱满 手比要圆 这个横要细 折笔以后变细 这个小横 两边都不靠上 这个横也细 这个字就写好了 牛爷的书法 每日一字写出乐趣 小朋友们可以跟着 牛爷的书法儿歌 一起练习 牛爷爷 我写字的时候 总是坐不住 写不下去 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是你啊 还静不下心来 练书法 一定要有耐心 有恒心 哦 原来如此 那书法可以锻炼人的开心吗 我想每天都开开心心的 你要是把书法练好了 自然就天天开心了